剛開始去雲門上額綠的時候 我大概前兩個月是浪費錢的 因為她坐在旁邊 坐在槍角 然後老師只要去拉她就生氣 就跳 然後別的家長就笑我 你這樣不浪費錢嗎 我說你們都不懂我女兒 我女兒的眼神你有沒有看到 她在看著老師跟同學 你懂嗎 她在旁邊觀察人家 然後人家做好玩的時候 她就會偷笑 她喔 她是一個 她不大容易把心思告訴人家 我都說她表達人力不好 可是她其實心裡面是很熱的那一種 後來她慢慢的不知道為什麼 她就開始在裡面就玩得很開心很瘋 跳跳很棒 然後不要喜歡跟人家接觸 肢體擁抱然後放開心那種感覺 而且這我女兒很需要 因為我是菜鳥嘛 我會背很多課 就是小朋友很皮啊 我教兩個班而已 他們有很多個特殊生 就是那種過動啊 或是情緒障礙的那種 所以就上課蠻難控制的 但是其實他們 如果有興趣的東西的話 他們就會很認真聽 然後會給你回應 我就覺得蠻開心的 一般小朋友應該比較喜歡動 然後我反而比較喜歡靜坐的時候 就是大家都坐在那個 白色的圈圈上面 坐挺挺的 然後盤腿坐 然後眼睛閉起來 手放在大腿上 那時候就可以聽自己的呼吸 然後老師就會慢慢在旁邊講說 小樹苗長高之類的 就是把你的頭頂這樣子 拉起來這樣子 然後就會覺得自己 真的長高了的感覺 然後老師會播那種 很平靜的音樂 老師的聲音也很平靜 然後整個就很平靜 小樹又很喜歡老師 所以現在就 對 想要當成總老師 跳舞是很開心的事情 但我畫的其實不多 比如說我的情緒一來 我就發洩出來 不會去壓抑它 也不會去想想說要躲避它 我蠻做自己的 我蠻喜歡在舞台上表現自己的 我很喜歡讀舞啊 就完全照自己的想法跳就可以了 我很喜歡弄感 因為小時候我是一個脾氣很不好的小孩 謝謝媽媽可以這樣子 就是努力找到讓我成長的這個地方 我很自由啊 在跳舞就是很自由啊 幹嘛都很自由啦 對啊 只要你心裡覺得自己是自由的人 就是自由的 我一年級的夢想就是要當老師 就現在這樣啊 就是順著我原本的路 然後這樣子走 當老師這條路這樣子 一直能當下去 可是人總是要有新的夢想嗎 憲政中想是要當很厲害的校長